好,在这段远我们要讲是 截取储存格中指定字元数字 判断欲传回的数字 这有点文言文啊 那我们用结果来 这个工作表来看就知道了 如果说我要储存格内容的第四个字元 它是123的 我就要传回123 这样子,有没有 否则的话都传回几 否则都会传回1 有没有 不是123的,全部都传回1 那这个要怎么做 要怎么做 首先我们要范例这边来看 第一个,我们会用一个函数叫NID 先去找字串A2 然后呢,第四个字元 抓一个字元 又括号Enter 它会给你拿字抓到8 有没有,又下来 全部都出来,有没有 抓出来的字,它全部都出来了 出来以后呢,我们要判断一件事情 它怎么样 如果说抓出来的字是大于3的 我们就要给它什么,1嘛 不是的 不是的干嘛 我们就照原来的这一个 公式出来的结果 我把它扣过来 好,Enter 那这时候我们一样点两下 我们来看一下 你会发现一个很好玩的事情 全部都变几 全部都变1 为什么全部都变1 不管你今天是1,2,3,4,5,6,7,8,9,0 全部都变1了 原因出在这个地方 请你看一下这个地方 它是什么 它是最好它是什么 文字字串 所以它抓出来的字都是文字 文字大于数字 所以它跟数字比 它永远都会大于3 你就算文字是1 它也是大于3 因为它是文字 所以你必须要把它干嘛 这个公式改成数字 那我们就要用干嘛 减减 把它改成数字 改成数字以后呢 它就会变成干嘛 真的或假的 我们可以来看啊 确定 然后来 有没有看到 这时候发生到一件事情 干嘛 2 也是数字 有没有 它有没有大于3 有啊 抓出来的数字 2 有没有大于3 没有嘛 没有就干嘛 传这个 传它抓出来的字元 抓出来字元 那有人会问 这个字元是数字来文字 以目前你看到这样子是什么 这个是文字 文字 特别注意到 然后好了 这以后呢 我们来继续哈 你现在会发现到一个很大问题 点什么问题 第四个字是0 它给我出现0 因为它没有大于3 所以它出现0 那我们要怎么解决有这种问题的 很简单 我们在这边干嘛 加一个max1 去跟这个 nid抓出来的东西干嘛 比对 那注意到 它抓出来的东西 它抓出来是0 有没有 1跟0比 那当然是给最大的是几 最大的是1啊 注意到哈 这会变成1了 所以它抓出来的笔 那变成干嘛 我们来enter 它就会变成1 有没有 往上 往下 OK 这样就出来了 全部都完成了 完成了 所以把0这个什么 有0的这个 有没有 我一样把它变成干嘛 变成1了 所以整个公式就是这样子 所以整个公式就是这样子